是跟台湾有关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在今天 军神法要正式的走入历史了 台南军监的遗求作业 从上午八点半刚刚已经出发了 两辆大型的球车 载着六十五名的军球 有五辆的警车 还有宪兵的车辆借户 他们要去台南市的归人区台南监狱 到目前为止 整个遗求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并没有出现军球躁动的情况 而部分的工作人员 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拍照 要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